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项目符号图像 我们可以选择浏览 选出我们需要的符号图像图片即可 位置设置决定了预角项目塑定的程度 选择外 预角确定左侧边框 选择内 预角塑定 但是指向的效果并不明显 定位样式设置 定位样式实际上是对层的设置 但是 因为Ginnever提供了可视化在层的制作功能 所以指向设置在实际操作中几乎不会使用 扩展样式设置 GFS还可以实现一些扩展功能 这些功能提供在扩展面板上 这个面板主要包括三种效果 分叶 气节效果中有光标和滤镜的两种效果 滤镜就是破滤器 分叶 我们可以通过量式来为网页听到分叶符号 请取用户指定在某元素前或后来进行分叶 分叶概念是打印网页中的内容时 在某指定的位置停止 然后将接下来的内容继续打印在上一页指向 风标的设置 通过量式打印鼠标形状 主标放置于在指向设置修飞的区域上的时候 形状会发生改变 具体的形状 包括 由于我们这些 识别效果都是英文的 所以我们将采用PPT的形式 逐一讲解光标中的效果和滤镜中的效果 下面我们来解释光标 光标中的含义有 手 交叉十字 文本选择符号 Windows的沙漏形象 默认的鼠标形状 大文号的鼠标 向东的箭头 指向中北方的箭头 还有向北的箭头 指向西北的箭头 向西的箭头 向西南的箭头 向南的箭头 向东南的箭头 和正常鼠标 我们不需要把它都全部立下来 我们只需要在我们设计网页时查找它 然后插入它即可 具体效果有 设计透明效果 模糊效果 还可以把指向颜色设计为透明 设计投射阴影 水平反转 垂直反转 为对象的外边界增加光效 降低图片的彩色度 将色彩 饱和度 以及亮度值 完全反转 建立底片效果 设计灯光口影效果 设计遮掉效果 Color指定遮掉的颜色 设计阴影效果 设计写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波动效果 设计X光照的效果 和鼠标 和鼠标一样 我们不需要全部记下来领域的效果 我们只需要在使用时查找它 并插入它 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学习 CSS样式表的其他操作 我们即将学习到编辑CSS样式 应用CSS附近的样式 附加样式表 让我们切换到GinMalware 来学习它的操作 现在我们打开了GinMalware 单击CSS样式面板中 又上转了按钮 弹出CSS样式菜单 在这里 我们可以选择CSS相关操作 如果我们想编辑CSS样式 选择我们需要编辑CSS样式类型 然后选择这个按钮 先击传出CSS规则定义地方框 我们即可改变 我们的CSS规则定义 单击确定即可 如果我们想应用CSS规则定义的样式 指标右键 首先我们先选择 然后指标右键 单击选择CSS样式 如果我们想选择 需要自定的一样式 我们开始选择新键 也可以选择我们之前 已经定义好的CSS样式之一 后面我们来学习附加样式表 主标单击 我们要选择一支图片 右键 CSS样式 单击附加样式表 谈出链接外部样式表 在这里 我们可以链接外部的CSS样式文件 文件的URL 设置外部样式表文件的路径 可以单击浏览 谈出风口 选择CSS样式表的文件 更加为选择论接 做这样 IE和NASDAQ 两种浏览器 都支持的导入方式 如果我们选导入 那么只有NASDAQ浏览器 才能支持 如果我们设计完毕后 我们可以赶紧确定按钮 这样CSS的文件 就得导入当前页面 好了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就将学到 CSS样式表 逆进实例 主要讲解 这个模糊文字效果 和创建模板 我们将学到 CSS样式表 那我们继续用我们的 审美技术再耐心 达到网页设计的完美效果 谢谢大家 本节课结束 我们期待下一堆见 也有讨论 19 20 2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